在NBA,想在某个赛季拿到单向王并不难,就连拉里修斯这样实力一般的球员,都曾在0405赛季拿过抢断王,但是想要成为某些技术统计的历史单向王,那就很难了,必须要有足够长的职业生涯,每年还要保持不错的竞技。 还要祈祷上点伤病,才有可能奔上历史单向王的宝座。 近日,美国媒体就针对NBA主要六项技术统计,预测那现役之中,可能打破历史记录的人选,生涯总得分,张姆斯刷新甲巴尔的38387分张姆斯总得分,已经超过31000分,距离目标并不远,只要张姆斯接下来的四年保证出勤率, 打破这个记录可以说是板上定音的事情。 但更振奋人心的是,詹姆斯甚至有可能拿到4万分,同时还拿到1000000篮板和1000000助攻,成为数据方面的历史第一人。 生涯总篮板数,无人可破张伯伦的23924个张伯伦,在他那个时代就是个怪物,动不动一场比赛拿下三四十个篮板球,其他球员在他眼中就跟小孩一样,现役之中篮板球最多的是霍华德,也只有一万3101个,比张伯伦还要少一万个。 朱菲霍华德在打15年,否则根本没机会。 生涯总助攻数,无人可破斯托柯顿的15806个斯托柯顿生涯场均助攻数10.5个,拿了9个助攻王,生涯又长,几乎都是全勤。 还有马龙这样的内线好搭档,挡拆后助攻随便刷,现役之中最接近的是克里斯保罗,总助攻数8708个,差了7000个。 几乎没戏,生涯总抢断数,保罗刷新斯托克顿,的3265个不愧是空内之魂,斯托克顿生涯场均2.2次抢断。 攻防一体,而现役之中最接近的还是保罗,生涯场均2.3个,目前总数是2008个,相差1257个,需要546场比赛,这就要看保罗的指引生涯够不够长了。 生涯总盖帽数,无人可破奥拉猪旺,的3830个盖帽这种事情,必须是身高手长,弹跳出众速度快,写防意是好才能盖得多的。 所以,奥拉猪旺能够力压邓肯,奥尼尔正球星登顶,生涯场均3.1次盖帽,放在哪个赛季都有机会拿盖帽王。 现役之中最接近的是霍华德,一共2047次,几乎不可能打破,生涯总是密数。 威少打破,打破马龙的4524个这个记录就有点尴尬了,人家马龙可是接近19年全前才打出的这个记录,现役之中失误最多的并不是威少,但是美媒认为威少很有这个潜质,十年生涯就已经拿到了3001次的失误,唱出四次高距离是第一。 按照这个速度,再过五年时间,威少就能打破马龙的记录了。